欢迎收看教你在家里种水果的系列教程 我是主持人樱幕 那今天樱幕教大家种的是 很多人爱吃的鼻气 各个地方叫的名字都不一样 但它全名叫鼻气 那鼻气在家里应该怎么种呢 其实是有技巧的 那樱幕建议呢 家长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共同来学习 只要通过简单的操作 我们在家里留下一个鼻气 就能种出家里的鼻气盆栽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下面我们来详细的教大家吧 好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刚刚买回来 还没有清洗啊 带着很多泥土的鼻气 那我们清洗过后呢 就可以直接的食用 可以吃了 但其实呢 我们要是不吃 把这个留下来 这个其实就是鼻气 可以直接栽种的种子了 可以把它理解为它的种子 可以直接的栽种啊 这个是鼻气的 其实是鼻气的块状跟茎啊 它可以直接种 就是这么简单 它的种植方法非常简单 而且呢 我们在家里啊 不仅可以收获到 种好之后 收获到它的盆栽 而且还可以种出更多的鼻气来 在家里吃上有机的 没有化肥的鼻气 自己可以种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种吧 好的 我们首先呢 准备清水 然后呢 把拿一个鼻气呢 把它放在清水里啊 给它仔细的清洗干净 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清洗掉它的土壤 给它清洗干净 好的 在清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准备一碗清水 接着呢 把鼻气啊 直接丢在清水里 让它浸泡一下 泡多久呢 大概泡两天的时间 每天给它换一次水 那泡它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 吸收好水分之后啊 它未来发芽 就更有动力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每天换水就可以了 好的 那泡好两天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一个小花盆 接着呢 把花盆装上土壤 应不选择的是 疏松透气的营养土 大家家里没有营养土呢 用普通的田园土啊 同样是可以播种的啊 直接可以种 那接着呢 我们把泡好的鼻气拿过来 给它呢 直接种在土里 注意 种的技巧是这样的 首先它是有一个雅点的尖端 这个尖端就是它雅点 我们雅点朝上进行栽种 然后呢 慢慢的旋转 把它呢 按压进土壤里面啊 按压进土壤里面 好的 到这个深度的话 就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覆盖土壤啊 覆盖土壤 把它呢 雅点给它露出来 看到没有 还有个雅点露出来 只是把鼻气埋在里面啊 雅点一定要露出来 所以不要把它整个埋得太深 那播种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呢 浇好水 浇水 直接给它浇透水 那后期养护的时候 注意啊 把它呢 养护在一个通风的散射光的地方就可以了 通风散射光 一定要通风 不要接受呢 强光的曝晒 发芽之后才能慢慢的接受光照啊 暂时不接受光照 然后呢 养护的时候 注意 只要它的盆土表面干干燥 立马给它浇水 让它的盆土呢 保持微微的湿润就可以了 不要呢 彻底的干透 看到有干 立马补水 然后通风 散射光的养护它 慢慢的就会发芽 那发芽之后啊 樱幕接着给大家分享 好的 那经过上一次把鼻气 种到土壤里面去啊 现在这个花盆啊 我已经把它养了 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鼻气啊 在中间啊 已经呢 发出了芽啊 这个芽呢 有一个这么高 有一个这么低啊 都发出芽了 这还一个小侧芽 那后续的养护呢 继续把它可以养在一个通风的 向阳的位置 让它接受充足的光照了 浇水呢 保持啊 干透浇透的浇水习惯就可以了 施肥呢 给鼻气施肥 不移施浓肥啊 薄薄的一层肥料 每个一个月左右给它施一次 就足够满足它的生长了 未来啊 它会越长越大 等它长得更大之后 樱幕啊 接着给大家分享 好的 那上次给大家分享这颗鼻气之后啊 又过去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哈 现在这个脾气的小盆栽啊 已经长得相当的飘逸了 它的观赏点就在于呢 它的整个叶片啊 像这样独立的一杆伸出来 特别的有意思啊 这是它非常好玩特点 而不是像其他的植物一样 带很多的这种叶片啊 什么的 它就是一根毒杆啊 前期的生长就是这样的 摆在家里 真的是非常的灵动飘逸 好玩 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 赶紧的也去学一幕 栽上一盆吧 好了 那这一期关于鼻气的课程啊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 加收藏 加评论 我们下段课程 再见啦